根据气象局最新的预测 强烈台风海马将在20号以及21号两天最靠近台湾 上午发布海上警报 目前海马中心位置距离鹅软比东南东方约1400公里 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行进 提醒民众 虽然台风并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但还是不可轻忽威力所带的威胁 而且它的外围性相当大 半径大概有大概280公里 那我们看它的路径 它这个台风大概会沿着这个 菲律宾的这个北部 甚至这个海面这边通过 通过之后 我们看到它外围的银细 大概明天晚上 直到后天早上 就会慢慢碰触到我们陆地 这些强降雨就会 我们慢慢会去 发生在我们这个地方 甚至会有强风 所以我们相信要特别留意就是 从礼拜四 我们就会感受到 这整个降雨跟强风 就会慢慢靠进来 那我们会民众会质疑说 今年的台湾怎么会比往年还多 而且十月份 我们发现说 在1998年 也等于是反升一那一年 它的降雨量是 因为几率以来是最高的 而今年刚好也是反升一年 反升一年的特性 就是我们在西太平洋这一代的海温 比平常都要高 海温高它会造成我们的整个 这代巨选容易在这边行程 行程以后如果条件过它就会变成一个台风 而且它移动的路径 从过去记录你们看到 在8月份它大概有多 原则高压往日本这个方向移动 而且意计我们大概明天左右 可能就会碰触到我们海面的警戒区 有可能会发海上台湾警报 而且路径它虽然不会直接 登陆我们整个台东地区 或者台湾这个地区 但是它经过地方 因为会带来比较强的降雨回波进来 会造成一些强降雨而且一些强风 对我们台东的一些乡亲 从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 就尽量避免外出 而且对防台的准备也要加强 不要忽略的因为它没有登陆 而疏忽的一些防台准备的工作 台东民众在最近从尼泊特台风接连以来 始终饱受风灾手带的威胁以及伤害 虽然目前还在进行复原当中 但心中的恐惧似乎有真无减 在此提醒民众 虽然台风着实可怕 但还是必须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 以避免更严重的灾情 以及生命危害发生 东海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 就发生了这种灾情 风险 Studies